姑娘 菜来了 姑娘 你快尝尝 这道银针鸡片是用明茶 君山银针和鸡片同炒的 你尝尝看 好吃 好吃吧 在下没什么别的本事 这专号寻访天下美食 你这个本事顶好呀 你人看起来也不坏嘛 你叫什么名字 在下清风剑派曹卫宁 不知可否请教姑娘方明啊 我的名字叫 臭丫头 就是那个臭丫头打的我们 在下预安派弟子朱瑶芝 有礼了 不知是何人 在我五湖盟地界 寻衅滋事 还请给个说法 阿呸 说法 你们怎么不去像那个 被你们调戏的姑娘 要说法去哪儿 调戏 柳子 怎么回事 没有的事 都是他们胡编乱造的 对对对对 朱兄 我坐这儿 是这位小六军先调戏民女的 这位姑娘才出手相救 曹少侠 失礼了 少侠 叫得倒是挺亲切的呀 朱少侠是吧 原来你们江湖上讲义气就是这样的 见色起义 见义不勇为的是吧 原来你们五湖盟培养出来的人 就是这副德行的呀 厉害厉害厉害 这位姑娘 千万别这么说 我们五湖盟 对于轻薄女子这样的恶行 向来是绝不鼓起的 不过小六子她 并非门内弟子 只是当地的居民 还请姑娘放心 我们对于这样的恶行 一定会给一个公道讨一个说法 六子你行啊 骗我 我错了 我错了 还不快走 你们也回去吧 走走走走 去去去去 曹少侠 今日的事情 能不能别跟别人说 尤其是我师父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快回去吧 多谢 告辞 告辞 完了 不用打了 对啊 他们理亏 姑娘 你很喜欢打架吗 怎么 不行啊 行 怎么不行 好得很 我也喜欢打架 那你陪姑娘我打一把 不 这怎么行呢 我怎么能和你打架呢 我从来不会跟女孩子打架的 你什么意思啊 瞧不起姑娘吗 别以为姑娘打不过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姑娘如花美俊 令人想尊重爱护还来不及 鸡感唐吐佳人 你别吃 这些菜都已经凉了 我让他们再给你做一份 姑娘 让你婆婆妈妈的 再点份新的吧 不算的 都不是 蛊子 我的嘴巴